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略影时光,我是小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消失爱人》 你以为是2014年美国的那一部? No,No,No,是2016年中国的这一部 比起被奉为经典的美版 这部电影简直是带着满满的槽点 话说小娇妻王洛丹与老黄瓜黎明 是一对人人羡慕的夫妻 他们俩还共同孕育了一颗爱情的小种子 按说这样的父母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在家 但两夫妻就是不认命 手拉手去爬雪山来见证爱情 果真一场雪崩结束了一切 失去爱妻的黎明在昏暗的房间中痛苦的无法自拔 此时她无意间听到了午夜访谈栏目 电视台请来了一个神婆告诉大家一个招魂的办法 一是干她喜欢的事让她回来 再是干她不喜欢的事让她回来 这方法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于是黎明老师毅然决然的选择了 网络单有洁癖 黎明就故意把房间弄得一团糟 没想到妻子竟然真的出现了 不仅手脚麻利的收拾好了厨房 还温柔体贴的给自己的儿子煮了面条 妻贤子笑其乐融融 感动的黎明抱着王洛丹放声痛哭 害怕再次失去王洛丹的黎明 找到神婆询问 怎么才能留住妻子的亡魂 神婆说只要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那就不会消失 但只有真正爱她的人才能看得见她 于是跟所有亡灵附生电影一般 除了自己的丈夫儿子表叔以外 所有的人都看不见自己 王洛丹发现当年一口一个亲的叫自己的闺蜜们 立刻团成一团开始说自己的坏话 而剧情急转直下 黎明身上开始出现诸多疑点 原来那场雪崩正正死去的其实是黎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表弟林俊杰能看见她的原因 因为她根本就没死 果然 黎明老师发现一切后 眼含热泪 满含深情的向王洛丹做最后的告白 决定离去 总之该剧难逃国场恐怖片的硬伤 看海报还不难看出 其实该剧本名消失的爱人 但可能最后上线一刻 仅存一点的自知之明 唤醒了他们的良知 用王洛丹的白裙子 盖住了那个正在退去的得子 并改名为消失爱人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